Hello 大家好 I'm Kat 今天我來講一下那個美國考駕照跟換駕照的一些事情 因為我昨天我終於把我的那個暫時駕照換成我的正式駕照 然後我在換駕照的時候要帶什麼文件那些其實我不怎麼清楚吧 那我就上網查 然後就是關於這個的資訊真的好少 真的找不到什麼華人還是怎樣在伊伊諾伊州把那個暫時駕照換成正式駕照了 那我就想說順便錄一下影片講一下 好 那就順便講一下考正式駕照要帶什麼東西 應該各個州都差不多啦 所以其實就照著這個準備就好了 我開一個備忘錄 如果你要那個考駕照的話 那你首先要帶的東西大概是i20 i20這個是一定要帶的 然後 SSN的拒絕 Deny Later 這個東西是我有帶的 可是好像沒有用到 因為我去考駕照的時候他沒有叫我出示這個東西 SSN Deny Later 是那個你要去示威安情局去申請的 就是申請說你沒有SSN嘛 那是你要考駕照啊 所以你要證明說你沒有SSN 所以需要一個這個Later 那這個就不重要 這可帶可不帶啦 那如果你有時間準備就可以準備 沒有時間那就不準備了 然後 還要帶車的保險 因為你考駕照的時候你是不是要開車去 所以 唉唷 怎麼打不了 車保險 所以你要證明說你的車有保險 因為美國的車子每台都是一定要保險的嘛 這是規定的 然後 車保險 SSN Deny Later 還有i94表格 這可帶可不帶喔 這個是我特別講可不帶 ok 然後i94表格就是你要去美國政府網站去找i94表格 每個入境的人都一定會有這個 然後 還要帶什麼呢 還要帶兩份住址證明 兩份 住址證明 住址證明是什麼 就是 像我考一億諾伊之後的駕照嘛 那 我就要證明我住在這裡嘛 不然的話 我幹嘛考這裡的駕照 那通常 住址證明就是你的水電費的帳單 然後還有銀行 銀行的那個 對帳單什麼的 就是你自己的那個名系 他通常都會寫你住哪裡 就帶那個 帶兩份就好了 要兩個不同的喔 你不能同一份帶兩個喔 就是什麼水電帳單 然後帶兩份一模一樣的 這樣不行喔 你要帶不同種的 ok 然後你一定要有 美國的電話號碼才可以 因為你要預約什麼的嘛 如果你沒有預約 是沒辦法進去考試的 這裡你 你去那個DNV的時候呢 他就門口就會有警衛 然後你要給他看你的手機 上面有你的那個預約號碼什麼的 他才會讓你進去 好那我看一下要帶什麼 I-20 I-94 住房證明 SNS.DNL可以不帶 然後 還有護照 護照記得帶一下 護照 ok 然後車保險 有了 123456 ok 對待在這裡就可以了 ok 好那 那我今天特別講的是 我之前不是用那個 就你考完之後 這個東西你考完之後 你是考到一個暫時駕照 我不知道是其他州是怎樣的 不過 因應那位州是考暫時駕照 因為你沒有SSN的話 你是只能考暫時駕照的 然後 所以你就只能考TBD喔 那SSN你要怎麼拿到呢 你就一定要在美國工作啊 或是你是公民啊 或是你有綠卡啊 所以你最好拿到SSN方式就是打工啊 打工就會有了 不過我們學校 國際學生 國際學生不能打工 所以就不會有SSN 好 那 所以你這樣就可以拿到TBD 你就可以拿到SSN 你就可以直接考正式駕照了 你就帶這些東西去考正式駕照就可以了 你就多帶一個SSN就好了 如果你考正式駕照的話 你就多帶一個SSN 然後 不然的話你就只能跟我一樣 考這個TBD喔 那 那 TBD有考完之後呢 它會有到期日期 那 通常呢 像 以前那時候讀20嘛 我這個到期日期就是我畢業那一天 所以其實 我是畢業前兩三四個月考的 一考完之後 幾個月就是過期了 就不能用了 所以其實就有點麻煩了 然後 所以我現在有SSN之後 我才把它換成正式駕照嘛 就正式駕照 那正式駕照有分兩種駕照喔 現在他們在推一個Rail ID的駕照 Rail OK 正式駕照呢你要帶什麼 正式駕照的話 你要把這個換成這個 你只要帶 SSN 然後I94表格 然後EAD卡 就可以了 就帶這些都可以了 你不用帶什麼護照什麼都不用 雖然我說帶著保險啦 不過 正式駕照 你只要TVDL換成正式駕照 你只要帶這些東西就可以了 SSN I94跟EAD 這就OK了 然後如果你要 TVDL你要換成Rail ID的話呢 那就要多帶兩份 之前提到的柱子證明 你要多帶兩份柱子證明 你才可以把它變成Rail ID 那變成Rail ID的好處就是 你在國內旅遊 就是美國國內旅遊的時候 搭配機 你都可以直接把它當作 護照再用 所以你就可以 出門就不用帶護照了 就帶Rail ID就好 不過 我去換的時候 因為我的住址證明還過期 它好像要幾個月內的住址證明 那它就不給我換了 所以它就直接給我換 那個正式駕照 那我就用SSN I94 EAD卡 它就可以換了 然後我想分享這個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我之前換TVDL變成正式駕照的時候 我在找資料的時候 很少人跟我講 只要帶這些就好 就是資訊比較亂一點 那我就這邊就澄清一下 TVDL換正式駕照 就只要帶SSN I94 EAD 然後如果你想考TVDL的話呢 你只要帶 i20 車保險 I94 兩份柱子證明 護照 跟SSN Deny Letter就可以了 那這個可以不要帶 如果你覺得麻煩的話 然後 我當初是怕 就怕那個缺東西 然後我要重辦很麻煩 因為你在預約考試的時候呢 你要前一兩個星期預約 如果你是想要當天考的話 你當天預約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想要預先預約的話呢 通常要前一兩個星期才預約得到 因為它有分兩批的人數 一批是預約來的 一批是當天的 所以你當天預約的話 你禮拜一到禮拜五 大概七八點起床 就可以預約了 然後如果禮拜六的話 你可能就要六七點起床 然後起來去搶位子 因為這位置還蠻難搶的 而且每次排隊都排很久 覺得這裡的行政效率很差 好 那大概是這樣 順便說一下 如果你講直接考真式駕照的話 你就要有SSN 然後還要一個身份證明 然後我身份證明 當初TVD換成真式駕照就是EAD 那我不知道你有SSN的人 是怎麼拿到SSN的 所以說不定是什麼公民啊 什麼的 那你們自己也會知道怎麼考嗎 對 所以 大家就這樣囉 那就歡迎 謝謝大家今天的觀看 這裡應該沒錯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麼錯誤來分享 所以 那就這樣囉 拜拜